台纽协定昨天晚上三读通过 纽西兰的产品未来即将全面减免关税 所以未来来自纽西兰的包括了 奇异果啦 卤肉 奶粉 牛肉 苹果等等 价格会比现在便宜最多两成 像奇异果三年内会降个20%左右 一罐200块钱的奶粉也会便宜个二三十块钱 台纽经济合作协定过关 外来纽西兰产品减免关税 消费者买到的水果 奶粉 甚至牛肉 都会比现在便宜5到20% 像安家奶油目前税率8% 以全年售价计算最少11块钱 奇果税率20%分三年从10%降到免税 一颗12块钱就变成10块钱 苹果更是优惠 政府公布施行后就是20%关税立刻全面 一进100元的苹果降到约83块左右 几乎是打发折价 里面的20%是关税 那我们要分三年给它减税 第一年11块 第二年105块 接下来第三年可能就变10块钱 立即免税的产品除了苹果之外 还包括税率7.5%的樱桃 以及5到12%的奶粉 乳酪 婴幼儿 调制品等牛肉则是分两年免税 纽西兰苹果它不要标纽西兰苹果了 它就把它标成美国苹果啦 日本苹果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不但立刻要做茶价的工作 也要进行标示的标示 行政员的场合我一定反应 立委要求纽西兰产品著名产地 避免不肖商人鱼目滚珠从中牟利